我本人来说其实对青蛙不是比较感兴趣 我想了又想啊 我就后来好多人纳闷 说你是怕什么 我说我能怕他 我连说像同行都不怕我怕蛤蟆 后来想起来了 我反复刀门 水有源 水有根 为什么呢 就说小子说几岁的时候 我上我老子那玩去 我老子家呢往那边走了 就靠着河边 那一块小孩们边边大的 一块玩 我印象中就是 那年可能有个五六岁也就是 就河边一块逮青蛙 我小时候跟他们逮青蛙玩 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把青蛙把这皮给剥了 那个孩子愣 剥完皮之后就看着 就跟着还蹦 他也不会喊疼 他也不会闹话 也不会叫唤 啪啪啪这么蹦 我就从那开始就觉得 那个词叫个硬 浑身难受 就打那起也不怎么着 就条件反射似的 可能就是从六七岁 就再也看不了那个 也不知道是同情啊 还是怎么着 反正打那引起来 什么是癞蛤蟆呀 牛蛙呀 什么青蛙这类东西 我都觉得 接受不了 可能就是那点阴影 当然我看别人吃青蛙嘴的时候 我也看也挺痛快的 下次再见 咁个人iles 咁个人